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楼暖就在第一时间 大家早上好 我是张静 各位早安 我是宋鹏飞 今天是2019年的9月1号星期日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几天正是中小学到大学开学的日子 学生们马上就要开始 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了 安静了两个月的校园 也就要恢复到往日的热闹了 是啊 其实孩子们不光要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也应该学会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 但是有不少孩子生活技能掌握的 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没错 近日有媒体就报道说 在浙江杭州一个中学的新生的训练现场 只有一半的初一新生 能够独立地完成叠衣服 系鞋带 这两项基本的生活自理工作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一致 那就是在家里 这些活都是由家长代劳的 叠衣服 系鞋带 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不过的基本自理能力 对于一些十几岁的孩子来说 成为了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很多家长对于这件事情的观点是 孩子还小 要以学习为主 像这些事情会影响孩子学习 那么身为初中生 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对此各位您是怎么看的 对孩子来说 学知识当然重要 但是就可以因此而忽略了生活技能的学习吗 孩子的自理能力这一刻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补上呢 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摇一摇 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 那么稍后我们也将带来详细报道 同时也欢迎您通过摇一摇 来参与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 每天我们将免费送出50本书 今天的节目您还将看到以下内容 A股半年报业绩披露收官 近六成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 科创版表现抢眼 儿童学习桌椅开学热卖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桌椅体检 半数不达标 品种多 价差大 家长该怎么选 把电梯当玩具 耽误他人乘坐 增加安全隐患 损人不利己 电梯安全不有忽视 聚焦热点事件 搜索时事新闻 我们一块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登上时事榜榜单的新闻有哪些 8月PMI指数为49.5% 经济运行平稳 A股半年报 近六成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科创版表现亮丽 5G芯片食品行业成绩亮眼 全国统一投诉平台上线 123151号全管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再创历史新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昨天公布的8月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5% 低于上月0.2个百分点 经济运行平稳 特别是和消费相关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 我们来看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小幅回落 主要受市场需求影响 由于国内外经济错综复杂 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使得8月的新订单指数依旧在收缩区间运行 此外 生产指数也有所回落 但运行在扩张区间 且高于年均值0.4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 大型企业保持扩张 小型企业景气度回升 价格指数有比较明显的回落 这样的话缓解了企业经营的压力 同时的话 出厂价格的指数保持平稳 那么也支撑了企业利润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 制造业的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 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继续高于整体制造业水平 其中医药 电器 机械器材 食品及酒饮料精致茶 纺织服装服饰等制造业 保持较快扩张 随着中秋节 还有国庆节也是临近 那么刚才上述的这些 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 像食品还有服装服饰业 新订单指数是位于较高的景气区间 这些行业的市场需求 还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好 我们再来关注A股的半年报 截止到8月31号凌晨 2019年A股半年报业绩披露正式收官 除了信号ST长生因为自生的原因 无法按时披露之外 A股其余3679家公司 上半年财务数据已经全部出炉了 那么其中2107家公司 净利润实现增长 1568家净利润同比下降 处于亏损状态的是445家 那么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 究竟交上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又反映了哪些经济趋势 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总体上看 已经披露的A股上市公司中 有57%的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 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 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23.51万亿元 同比增长9.32% 实现净利润2.14万亿元 同比增长6.5% 其中主板业绩稳健增长 上市公司业绩整体表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情况 整个上市公司的整体 还是保持一个增长 100亿零售以上的上市公司 他们的营收和盈利 表现要比平均要高2到3个百分点 而实以下的这些上市公司 他们的总的收入和净利润 都表现为一个下行的态势 所以我们感觉到 整个市场的资源 包括盈利的 在向优势企业在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 上半年28只科创版公司 合计实现营收329.63亿元 同比增长17.81% 实现净利润45.6亿元 同比增长25.3% 科创版成长性十足 营收和净利润均呈现两位数的增长 在所有的财务指标里面 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是这块的 科创版的总体来讲 大多数还是保持一个增长 而且有些还是一个高增长 在目前科创版现有的估值水平之下 我们也建议投资者 密切关注相关上市公司的 盈利增长和兑现的情况 那么长期来看 上市公司的股价取决于 盈利增长变化的趋势 从行业来看 在声万研究机构所划分的 28个一级行业当中 有19个行业的净利润 实现了正增长 具体是哪些行业 企业表现最为亮眼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据显示 5G概念上市公司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2313.57亿元 实现净利润126.77亿元 同比增速为349.91% 去年一度低谷的中兴通讯 在今年上半年表现突出 实现营业收入446.09亿元 同比增长13.12% 净利润14.71亿元 同比增长118.8%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5G时代的来临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相关上市公司 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 以及扭亏也相对其中 今年上半年 芯片概念上市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为1254.21亿元 实现净利润53.22亿元 同比增速232.01% 下半年以华为带动的产业链 会为芯片行业带来显著的促进效应 今年的二季度 国内的公司的财报出来 其实已经是非常正面的一个状况了 三季度的话 因为上半年在逐步的 几乎大部分上的公司 都在加大整个研发投入 后面我们认为 可能是足迹加速的状态 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 可能是连续几个季度的 同比环比数据都会非常好 截至8月30号 33家A5上市银行 都披露了2019年中期业绩 其中有21家的净利润增速 超过10%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5家大型银行净利润 总合6109.19亿元 日均转入33.75亿元 除了通信行业和银行业表现强势 还有一些行业在2019年上半年 呈现出大部分企业营收 正增长的向好趋势 例如2019年上半年 A股交投的重新活跃 让券商业绩大幅向好 数据显示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非银金融行业增速排名第三 上半年净利润增速中位数为71.62% 此外 农业 国防军工 白酒 化学制药 计算机 航空航天 食品饮料 7个行业内超过80%的企业 均实现了业绩增长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已经超过了76% 消费维权不仅是维护了 消费者自身的利益 对消费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 昨天在2019市场监督管理论坛上 一个面向所有消费者 全国统一的投诉平台 正式上线了 12315 全新上线的全国12315平台 整合了员工商12315 质检12365 食药12331 嫁监12358 知识产权12330 等五个投诉平台和渠道 从昨天开始 不管消费者的投诉 是针对食品 药品 还是商品 投诉的内容是质量还是价格 投诉的企业在网上还是线下 都可以通过12315的热线电话 网站 APP 以及微信 支付宝等入口 24小时进行投诉举报 统一的渠道杜绝了推误扯皮的可能 更适应了消费的变化 数据显示 今年7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073亿元 同比增长7.6%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8% 新的12315平台运行之后 消费者所有的投诉信息 将由市场监管部门 在国家层面进行汇总分析 通过大数据等技术 为市场监管执法提供 靶向案源信息和动态监控预警 要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聚焦网络应餐等重点的渠道 校园以及周边等重点的区域 儿童食品等重点的品种 加大监管的力度 继续来看 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 发布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共投入研究 与实验发展经费 19677.9亿元 比上年增加了2071.8亿元 增速达到11.8% 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 投入强度为2.19% 再创历史新高 好了 各位 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 我们一块进入到 今天的媒体新势力 现在正值开学季 家里的孩子们都要去上学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 跟孩子学习用具有关的话题 除了像经常说的书籍 文具等等学习用品之外 近几年 儿童的学习的桌椅 也是受到了很多家长 和学生的青睐 目前市面上的 儿童学习桌椅 可以说是种类繁多 价格也是悬殊非常大 便宜的很便宜 贵的可能贵的你都想不到 那么大家可能最关心的 还是这些儿童学习桌椅的质量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儿童学习桌椅发现 相关的结果有上万个 而价格则在几百元到上万元之间不等 记者注意到 在这些儿童学习桌椅的宣传页面上 都突出了桌椅的功能性 一些桌椅不仅可以升降桌椅高低 矫正孩子的不良坐姿 还带有文具收纳 涂鸦画板的功能 记者查询数据发现 在天猫平台上 近几年 儿童学习桌椅的销售量不断提升 每年的增速都能保持在50%以上 此外 儿童学习桌椅的使用者 也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 学龄前儿童的使用人数 比2018年增长了42% 在杭州的一家大型商场内 记者看到 邻近开学和开园 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和挑选 儿童学习桌椅 很多家长表示 考虑到孩子一般都比较活泼好动 因此他们对桌椅的设计 是否安全比较注意 就是产品的品质吧 还有设计 就是边边角角 要对小孩子要足够的友好 就是不要容易碰到小孩子 容易磕到 比如说像椅子的话 我们可能因为老是 特别是像我们是小男孩 老是会爬上爬下的 就会考虑他会不会翻掉 他老是会站在椅子上 可能安全性考虑得更多一点 然后就是环保 事实上家长们的担心 正反映了目前儿童学习桌椅 存在的问题 今年5月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随机对市场上 20个品牌的儿童学习桌椅 进行安全项目检测发现 最终抽检的20套 儿童学习桌椅样品中 有13件学习桌和8件学习椅 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样品整体不符合率达52.5% 消费者最为担心的一些危险因素 如锐利的边缘尖端 以及危险的孔隙及间隙等 在部分产品中屡次出现 之前消费者主要反馈的 一些问题的话 是结构安全 材料不好 做工粗糙 主要这三个问题 看了刚才抽检的结果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合格率还不到50% 会为孩子们觉得非常的担心 我们也看到一方面 是不断增长的市场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孩子 需要这样的好的桌椅 那么另外一方面 是产品本身的总体质量 还是差强人意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 儿童学习桌椅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不合格率 这个行业内部 是否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杨润强是一家生产儿童 学习桌椅企业的负责人 入行十多年的他告诉记者 近几年 儿童学习桌椅的市场 确实在不断升温 但目前 儿童学习桌椅的生产规范 参考的还是 儿童家具的标准 而事实上 儿童学习桌椅 因为功能上的不同 对部件和材质等方面的 安全要求 肯定要高于 普通的儿童家具 它要根据孩子的成长的需要 以及它在使用场景的需要 它要进行高度 深度 角度 等多方位的调节 那么在调节过程中 其实它对整个的 这个安全性型 跟我们平时的这种 反统的固定性的家具 要求就发生了变化了 因为它这里面 在调整过程中 它有可能会产生 它的整个配件的 长期的使用的损耗 为了在销售层面 提高对儿童学习桌椅的 准入门槛 避免不合格产品的销售 一些电商平台 联合质检部门 以及品牌企业 推出了自己的 儿童学习桌椅 行业标准 我们从这个产品的一个 尺寸 外观 还有它的一个 表面底化性能 功能性的要求 安全性的要求 顶次标识 等几个方面 进行的规范 业内专家也提醒消费者 在选择购买功能性 学习桌椅时 从安全性上 要注意几个方面 产品没有异味 桌椅的外表 不应该有尖锐的棱角外露 倾斜桌面打开或翻转时 应该有锁定装置 桌面不可以急速下降 用手按压桌面板的前沿 不能发生翻转 把桌子调到最高的位置 不容易发生轻翻 整个产品结构 应该牢固 没有晃动 现在有很多的商家 在推销这个学习桌椅的时候 主要把这个宣传 重点就放在了 比如说可以升降高低 可以校正不良的坐姿 还有带有文具收纳 涂鸦画板等功能的 这样的介绍上面 但是对于安全性 却是很少的提到 其实这些所谓的安全的细节 才是最为紧要的 凡是跟儿童相关的产品安全 都应该被放在第一位 在这方面 希望监管部门 一方面可以把缺少的标准 该完善的完善 该填补的要填补 另外一方面 也要继续坚持零容忍的态度 加大对不达标商家的惩处 倒逼这些经营者 提高他们的产品的质量 注重安全的细节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这个新学期开始了 学生们纷纷的要进入到校园当中 那么很多生活上的事情 自然也需要学会自理 爸爸妈妈不能天天跟着你 在学校的时候很多事情 你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了 到底干得怎么样 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 在浙江杭州有一个中学 很多新入学的学生 他被什么系鞋带 叠衣服 这些非常简单的生活技能 居然给难住了 到底是怎么难住的 我们一块来看 十个里面吧 大概总有一两个人 他是不会做的 叠衣服呢 相对来说好一点 系鞋带呢 穿鞋带呢 很多小孩子可能从来没有弄过 因为商店里买来 都是一次性给你弄好 就系个鞋带就行了 上来这边去就是第二次 最近还有第一次 就昨天 纳子我会折一些 然后其他都基本上 都是我妈妈帮我折的 我是会想着 好像妈妈也是这么跌的 再跌起来以后一团糟 他做他会做的 一般不需要他做 奶奶做 他还小的 刚刚初中一年纪嘛 小孩都没什么打压去的 反正学习为主吧 不太做 有时候是大人做 有时候会外面请阿姨来做 如果洗的衣服 基本上是我 我在 我在跌 他自己的衣服 估计不太会去跌 最后这个画面 显然是跌衣服 跌得还不错 但是看了这个视频 我们也知道 真的会有孩子 不会系鞋带 不会跌衣服 这个孩子的生活技能水平差 这个追根溯源 还是和家长重学业 轻生活技能有关系 生活当中这样的现象 其实很普遍 家长拼命地给孩子 报各种培训班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学越来越多的文化课的知识 那么家里的劳动 就根本不需要孩子动手了 甚至说连盛个饭 准备一下衣物 系个鞋带 这样的小事 也都是家长包办了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有些活家里边是爷爷奶奶就给办了 这导致不少的孩子 甚至都上了中学 依然是自理能力方面的低能儿 对于家长来说 应该多放手 一些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去做 知识很重要 劳动技能也很重要 不能顾此失彼 一定要相信孩子的能力 不要把他们的自理能力 给宠丢了 今天的互动话题 就想来跟您说说这个事 身为初中生 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对此各位您是怎么看的 对孩子来说 学知识固然重要 但是就可以因此而忽略了 生活技能的学习吗 孩子的自理能力这一刻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们补上呢 欢迎各位通过第一时间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 来参加我们的互动 现在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选择摇一摇中的摇电视 摇动手机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 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给大家 欢迎各位积极的参与 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 这个护工或者说是保姆 虐待老人和孩子的新闻 我们时不时的会从网上 从电视的新闻当中看到 这样的事情总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愤怒 而且特别的痛心 老人孩子相对来说是最无助的群体 他们应该得到最多的关怀和照顾 结果反而被虐待了 最近又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情 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 最近在广东惠州的一家养老院当中 一名90多岁的老人遭到了护工的虐待 被拽着头发在地上脱行 身体是多处受伤 这样的画面想一想都觉得匪夷所思 这令人愤怒的一幕 恰好是被室内的监控记录给留了下来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会觉得特别的揪心 难过 心痛 同时也是无比的愤怒 作为护工 如此虐待一位高龄的老人 良心到哪里去了 这简直不是人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期 是虐待儿童的事件 同样也是让人非常的气愤 最近苏州市民王先生 在查看家里的监控的时候发现 保姆竟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分别是用打耳光 抽打 推嗓 拉扯等方式 持续的对自己 仅两岁的儿子来进行虐待 咱们继续来看 小孩应该心理上有阴影 因为我刚到家的时候 他哭得特别厉害 这会儿他稍微缓过来 因为应该小孩受到这一代 当晚下班回家的王先生发现 两岁的儿子萱萱 情绪明显不对劲 问保姆怎么回事 保姆也支支吾吾 为搞清楚事情来龙去脉 王先生决定查看家中监控 当打开视频回放的那个瞬间 王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监控中保姆坐在沙发上 首先拍打了孩子的脑袋和手臂 紧接着又揪了孩子的耳朵 见孩子还是不听自己的 保姆直接将其推倒在地上 孩子倒在地上迟迟不起来 更是激怒了他 在拽了几下 小孩仍然倒地不起后 保姆强行将孩子拎起来 并使劲拍打孩子的屁股 随后强行将孩子按在地上 甚至用鞋底拍打孩子的脸 期间孩子一直在大哭 不到三分钟时间 保姆竟然殴打小孩十余次 他也解释了对这个行为的原因 因为小孩子经常尿裤子 然后还不怎么听话 一个两岁的小孩 所以说他当时情绪也比较焦急 那小孩就会受伤 这个很难判断 他把他摔在地上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死角 我们看不到小孩在哭 目前该保姆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一老一小 两起虐待事件 看完之后让我的心情 也变得特别的压抑 低龄儿童和高龄老人 应该说都是这个社会里边 最需要照顾的弱势的群体 但同时因为无法表达 或者说难于表达 他们也是在护工 或者保姆等人的侵害之后 最难于向别人来求助的 你看刚才那个90多岁老人 他说都说不清楚 两岁的孩子根本连说都没法说 幸亏有监控 那么除了通过监控录像 来进行秋后算账之外 如何进行事前的预防和加大惩处 可能是我们更需要来考虑的问题 比如说建立对护工保姆从业经历的 连续跟踪机制 对有不良记录者实行阶段 或者是终身的进入等等 总之一句话 不能够让弱者变成了受欺负的重灾区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条新闻 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的不齿 近日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小区 一名女子带着两个儿童乘坐电梯的时候 这名女子竟然是把电梯里边 31个楼层的建 全部从1楼到31楼全部按亮 那么其中两个按钮 被随行的男孩给按灭了之后 又被该女子重新给按亮了 您这是什么心态呢 我们来看 8月25日小屋 我们看到电梯里边一片红色 真的是一点功德心都没有 典型的损人不利己 而且很恶劣的是 居然当着孩子的面 这样的言传身教 只会给孩子带来坏的影响 类似破坏电梯的行为 还有不少 这对电梯的安全运行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就在前不久 银川一个小区 有业主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这电梯突然从17层是滑到了负二层 一下子滑下来 这物业在查看监控的时候 发现电梯故障的始作俑者 是一个小男孩 我们来看 当时业主报的时候 我们已经通知电梯围保公司的 已经就过来检查了 不是说人家电梯公司围保不到位 或者是设备的原因 还是物业管理的问题 就是人类破坏 他就两个小手手搭上去 把十几层的电梯 全部按了一遍 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倒 这小孩子不懂事 乱按电梯 真想问一句 这个时候家长在哪儿呢 尽管无法证明 这小男孩按量电梯案件 是导致电梯故障的直接的原因 但是如此使用电梯 无疑是会给电梯的运行 增加了巨大的风险 我们提醒大家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仅自己要文明乘坐电梯 还要注意管好自己的孩子 电梯不是游乐场 电梯案件更不是游戏机 好了各位 接下来由张静为大家带来看天下 我们来关注天气 受全流域高温干旱影响 从今年7月初开始 淮河泵步段的水位持续下降 最低时降到11.3米 大吨位船舶因吃水受限 过不了泵步闸 导致淮河泵步段出现船只滞留 截至8月31号晚 淮河泵步闸下游的滞留船只 已经超过了2000艘 最近两天 从泵步式解放路淮河公路桥上 往下游看去 滞留船只的规模比前期明显增加 河两岸排满了等待过闸的船只 并延伸到立远码头下游地区 船民刘翔翔的船只 是从江苏过来的 他要通过泵步闸将货物运往安徽伯州 刘翔翔说 往年从江苏到淮河上游的 富阳 伯州等地区 跑个全程也就20多天 今年用时格外长 从今年8月下旬开始 虽然淮河流域降水有所增加 干流水位出现上涨 有利于船只通行 但是大量船只从下游 洪泽湖涌到泵部 造成淮河泵部段的船只 急剧增加 我们都知道云南的气候很舒适 昆明更是有春城之称 不过今年立秋以后 受雨水偏少等因素影响 云南多地仍然持续高温天气 刷新了自1961年以来的最高值 据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 从8月8号立秋以后 云南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刷新了自1961年以来的最高值 今年以来截止到8月28号 我省的平均气温达到了18.8度 与常年同期相比偏高了1.3度 是61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值 其中26号这一天 全省的高温范围和强度 都达到了一个峰值 8月26号当天 原江河谷 金沙江河谷和蓝沧江河谷等地 最高气温均超过35摄氏度 其中原阳县的最高气温达到40.6摄氏度 气象专家分析 云南高温天气的出现 跟今年降水偏少有很大关系 但大背景仍然是全球变暖 预计未来一周 受高原槽和台风低压外围影响 云南云量较多 滇西滇南滇中以北 多降雨天气 云南炎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9月到了 学生们迎来了开学季 不少地方军训也要开始了 那么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马上来连线王维维了解一下 维维早上好 早上 静静 一说到军训 我们就绕不开一个永恒的话题 就是晒黑 总的来说今后三天 北方大部是晴空万里 阳光居多 紫外线比较强 而在南方还是多雨的天气为主 相比较于北方来说 晒黑的几率会略低一些 我们首先具体看一下 今天的南方的雨水范围就比较的广泛 不过普遍来看的雨时并不大 只是在安徽的南部 江苏的南部 上海浙江东部 广东的南部 还有海南的局部地区 雨时会略大一些 出行的话 还是要记得备好雨具了 再说回到晒黑 我们关于晒黑的问题 针对广大的军训新生 也是量身定制了一张晒黑预警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 可以看到小人的脸色越暗 代表晒黑的程度越高 在西南地区的东部 还有江南的东部等地 基本上没有晒黑的压力 而且那些地方因为下雨 还会被淋到白白嫩嫩 但是在北方多地 随着紫外线强度的升级 依次会被晒到白里透红 石上古铜 包拯在世 直到六亲不认 我们对号入座一下 晒得比较惨的区域 是西北地区的东部 东北的西部 华北 黄淮等地 对应区域的省会级大城市 必须要在重点提示一下 像是呼和浩特 银川 沈阳 天津 石家庄 济南 郑州等地 比较心疼以上区域的军训新生们 提醒大家防晒的产品 一定要备足了 最好是选择SPF50和PA 三个家以上的防晒产品 并且每两到三个小时 记得补涂一下 尤其是耳朵 耳后 脖子 还有小臂 这些容易忽视的部位 更是要重点关注一下 另外晒后修复工作 也是比较重要的 每天午休和晚上休息的时候 可以用冰水先敷上一下 然后再涂上凝胶 凝露等产品 镇定一下 静静 看来我们各位同学 得把晒黑预警地图收藏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气温方面的情况 好的 目前在北方大部可以说 秋高气爽的感觉 已经是越来越浓了 基本上白天是晴热为主 像是华北这种高颜值的蓝天 也是频频出现 但是一早一晚的气温 还在继续降低 像是东北大部 目前最低气温 是已经降到了15度左右 而华北也是在20度上下 所以说早出晚归 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些了 而在南方最近 因为雨水的关系 白天的气温和北方 像是拿错了剧本一样 南方多地的白天 最高气温 相比于常年同期 都是处在一个偏梯的水平 尤其是江浙户包邮区 可以说是秋天位置 秋翼先行 比如说像是南京 上海还有杭州 今天的最高气温 在雨水当中 都会降到25度上下 剩下的气息 可以说是荡然无存的 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天气早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8月31号最新预报 多利安将以四级飓风的强度 在当地时间31号下午登陆巴哈马 并且缓慢移动 给当地带来狂风暴雨和巨浪 巴哈马政府敦促沿海区域 数百名民众加紧撤离 8月31号国际空间站拍摄了一段 多利安在大西洋上缓慢移动的画面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8月31号表示 多利安过境巴哈马时 最大风速将达到每小时240公里 并且风力还会增强 他提醒 由于移动速度缓慢 飓风登陆后将会给当地带来恶劣天气 目前巴哈马政府已经敦促 巴哈马西北部数百人 尽快从地势较低的地方撤离 并且设立居民临时安置中心 部分学校停课 一些政府机构停止办公 此外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预报 从当地时间30号晚上开始 飓风多利安行舰路线出现变化 持续向北移动 因此飓风有可能逐渐远离 原本预计登陆的佛罗里达州海岸线 并将于9月2号至3号 向佐治亚州 南卡罗兰纳州和北卡罗兰纳州 东海岸逼近 不过 飓风未来的行进路线仍有不确定性 由于威力巨大 仍可能会给佛罗里达州带来降雨和大风天气 昨天7点41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 以一箭双新的方式 成功将微重力技术实验卫星 和肖乡一号07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均进入预定轨道 这里是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发射场 2017年 快舟一号甲火箭第一次执行任务 在这里完成我国首次商业航天发射 三年来 快舟一号甲火箭凭借其车载机动 快速响应 快速集成 和快速发射的特点 一直是中国航天发射最快记录的保持者 今天 快舟一号甲火箭再次出征 第三次探索太空 三 二 一 六 起 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 作为一款小型固体运载火箭 主要为低轨小卫星提供发射服务 具有入轨精度高 准备周期短 发射成本低等特点 此次发射的两颗卫星 分别为微重力技术实验卫星 和肖乡一号零七卫星 微重力技术实验卫星 是中国科学院科学二期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首发星 将载轨试验证 空间微重力条件下 超高精度控制和测量技术 肖乡一号零七卫星 为六优科学实验卫星 载轨主要验证太阳帆关键技术 为后续大型太阳帆研发 提供技术支持 中秋和国庆两大节日即将到来 一段时间以来 价格总体上涨 并且广受关注的蔬菜 将迎来一个消费的高峰 那么菜家将呈现一个 什么样的走势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记者来到了全国最大的 蔬菜批发市场 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 发现目前这里的菜价处于正常水平 台风期间就出现了 价格的三天上涨 然后过了这三天 价格就平稳下滑 然后现在就逐步平稳 记者了解到 台风影响山东的时候 正值下秋蔬菜交替的生产淡季 再加上很多蔬菜种植地区 总结去年抗台风温比亚的相关经验 做了提前防范 因此今年8月份的台风 对蔬菜价格影响有限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 记者了解到 黄瓜 茄子 西红柿等常见蔬菜 价格基本都与往常持平 甚至略低一些 现在这个黄瓜卖多少钱 现在卖1块2 这去年低 今年整体的价格偏低 几乎低于往年的平均值 然后这价格现在一直还没有上去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分析 今年我国北方产区 陆地蔬菜种植面积总体稳定 大棚蔬菜种植面积增加 因此近期的蔬菜供应形势 将好于去年 这种好于去年同期的这种供应状态 一直会延续到十一前后 目前看后续产地的蔬菜 现在生长也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在产地在南移以后 蔬菜的衔接上 也不会出现断茬的现象 今年南海于8月16号正式开渔 历时三个半月的2019年 南海伏计休渔期正式结束 万千渔船整装出发 沐渔跟海 近日随着各地渔船归来 大量的海鲜集中上市了 那么各地的海鲜价格又怎么样呢 在广东阶阳市区一市场内 不少海鲜摊档摆着新鲜肥美的 鱼 虾 蟹等海鲜 海鲜主要是新鲜 然后够大就好了 看这么多 想吃什么都可以 前段时间来买还比较贵 现在来买还便宜几块钱一斤 海鲜商贩介绍 随着开渔后出海坐渔船陆续返航 市场海鲜的供应量会越来越多 品种也越来越丰富 在广东深圳 随着蛇口渔港的渔船 陆续打鱼回来 当地的渔货近日价格下调 两到三成 在深圳市内的部分连锁 海产零售店 皮皮虾 梭子蟹 九肚鱼 白鲨高蟹等海鲜产品应有尽有 目前 渔业纷纷采取新零售模式 合作渔起的渔民返港前 就将打捞到的水产信息及时回传 通过APP网上预售 价格至少可降20% 在广西南宁 南海开鱼之后 市场上的海产品种类已增至20多种 不少海鲜档口的日均交易额 正在大幅攀升 记者了解到 从8月下旬开始 大批物美价廉的鲜活海产品集中抵达 一些常见的海产品价格也开始大幅下挫 在辽宁大连 眼下来自丹东和江苏等地的梭子蟹 正在集中上市 备受消费者青睐 9月1号 黄渤海为期四个月的福济休余期也即将结束 预计其他海鲜的供应也将大幅提升 价格也会明显下降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目前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正在全国推进 其中加装电梯成为一大刚需 那么对于已经加装了电梯后的小区而言 它在二手房市场上的价格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杭州的采访 这里是杭州庆春路附近的宋焦造像8号 这状房子总共8层 现在有100户住户 里面老龄住户居多 电梯是在一年多前加装的 没电梯嘛 现在你去打什么肯定吃不下的 有时候买菜你都领不动 我们六轮 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7月底 杭州市已累计完成445处加装电梯项目 项目由政府和社区提供部分补贴 每户居民按照楼层高低缴费 从1万元到5、6万元不等 楼层越高承担的费用越多 此外 根据楼层高低不同 每户每年还要缴纳电梯运行的电费 当地房产中介人员表示 加装电梯后 老小区二手房受到不少购房者的青睐 原因是这些房子地段好 而且由于大部分电梯都加装在户外 不计数供摊面积 很实惠 就连以前最难卖的顶楼房 现在都卖得很快 现在的话应该来说在7万上下 以前没加电梯 没加电梯的话可能就要受点影响了 大概多少 大概6万5吧 其他这么多 因为他那边比较特殊 他总共是8楼 而由于加装电梯以后 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很多原本准备换房的老小区业主 大多都不再愿意把房子换掉 而是选择自住 这也使得这样的房源 在二手房市场更加紧俏 这方面想下来就下来 本来没有设算看来 又加起来 只有一次 两次 三次 现在喜欢下来就下来了